Hello 各位晚安 2019年12月5日 平人小空在Facebook的專頁裡頭 第97次的直播 我們這次專題分享 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會講一講沈旭暉 最近在他的網頁裡 講到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 題目就說 唯獨香港是不可取題的 今天我們會去講一講 他當中所講的內容 有哪些地方我們覺得 都很有道理 都是事實來的 有哪些我們可能在推測上面 或者在Factual的事實裡 我們都可能會有些保留 今天會就主這件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大家在今天來講 我想在抗爭走到這個地步 大家其實都很關心香港的將來 也都很想知道 其實我們究竟有什麼 叫價的能力 我們香港的地位 究竟還不重要呢 是不是好像國內 在這個 不能要翻牆才看到Facebook 才看到YouTube 就是中國大陸來講 講到香港 因為GDP佔大陸 只有2%這麼少 已經沒有了以前的Roll 或者利用價值這樣 其實這些方面 其實我全部都贊成沈玉輝所說的 但可能反而在最後的一些推論上 可能大家 有一點點不一樣 一會兒會跟大家講 哪些是相同 可能在哪些推論上 大家可能有一點點 在一些意見上 有一點不同 我看到有部分朋友 看到Alex 小谷 Johnny 那些都在 事不宜遲 我們先提出沈玉輝的文章 其實都很長 但我都希望逐樣逐樣說 他就講到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 怎樣可以印證到香港 為了香港不可取締呢 其實我想主要來說 香港一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實中國大陸是不能夠來做一個相比的 而他都用了一張相片 其實就是港交所裡頭的一個背景 說了很多有關於背字 即錢 有關的中文字在背景中 其實都頗有意思 簡單來說 就是中國過去就扮演著 每次香港就扮演著 中國和世界的橋樑 我想有少許的東西 我們需要去背景知識 我假設大家先看了 沈玉輝這篇文章 其實整個套路 我想就有些實質 我可以結尾一下 包括 GDP的佔比的少了 其實就不是和角色的重要性 其實就沒有關係 因為香港今天來講 仍然是中國月走出去的時候 作為一個資金的流通 一個很重要的地步 其實要提到有幾個情況 當中包括FDI 外商的直接投資 是通過香港去做 很多的美元 其實流通中國大陸的時候 都是經過香港去做的 其中他還包括說 以前阿里巴巴已經很想在香港上市 當時還沒有通過同股不同權 所以最近又回到香港上市 因為不想被美國有機會封殺 至此 有很多一些大型的股票 都希望在一些非人民幣的地方 當雷頭的股票市場裡面做上市 他也說到 為什麼不回到一個國家裡面的家 即是理動的 其實這是事實來的 因為一些很大型的戰略性的金融機構 其實希望尋求在非人民幣的市場上市 這也不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他也說到 香港作為中國最大的美元印鈔機 這個我想都可以是 或者不要說最不最大的 而是一個很重要的其中一 因為其實很多透過股市的發行 大家之前說的IPO 每年他都說 中國集資是過千億美金 就是在2018年的時候 其實在金融知識上 我覺得沈玉芬是進步了 說真的 或者可能他有心思去寫這篇文章 所以他多了很多實際的數字 甚至乎 我覺得有一件事 驚訝的 其實他還說到一些比較性 我覺得他這次也做了 他說 譬如中美貿易年度的差額 大概是6千億美金 當然 實際上是沒有那麼多的 OK 但是 大家都可以知道 其實實際上 美國對華的貿易的進口 其實都是在說五千多億美金 如果你還在說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其實一年大概是4千億左右 其實說六千億美金 是對其他國家的 這個數字上 我想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不是很實際的事實 然後 他就說 一千億美金 對這六千億美金的順差 其實中間 也有不少百分比 十幾百分比 十幾百分比 也挺多 他就說到 如果關稅25% 每年涉及的關稅 就是一千五百億美金 這個其實我覺得 他就 我想他沒有理由不知道 但我不明白他怎麼說 因為其實很多的傳媒 或者各樣都說得對 美國對華晶稅 就是關稅 其實這些稅是美國公司給的 就不是中國公司給的 所以其實美國的關稅的稅收 是美國公司來收 這樣就對中國沒有影響了 大家錯了 美國公司給稅 所以美國政府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減少了跟中國做生意 其實那個背後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不代表 就說 美國 中國會因為這樣 而少了一千五百億美金 並不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就在這裡 我想如果用這個運算的方法來講 你做了一個對比 我覺得就好像誇張了一些 然後他就說 直接在香港發行 最近 中國財政部在香港直接發行 這個美元仔 赤裸裏 CAP美元 那樣 我都可以贊成它是CAP美元的 平時我都經常說 就是說 今天中國是不夠美元的Cash flow 所以香港有超大額的美元傳本 就是作為一個 中國境內的國際金融中心 有很多美金 所以其實之前《逃犯條例》 都是target住香港這一部分 但是如果他說到外匯儲備 就是作為這一次金管局最大的買家 我想這件事情 就有一點對 我想 林志剛也好 陳德林也好 什麼都好 一些不敬 香港的外匯儲備 根據貨幣防局的制度 透過持有美債 是超過100%來搭配 這些是一些很延遲的事實 其實連美國政府自己都會知道 因為你比息 各樣出去 總共有多少美債 有不同的國家央行去持有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似乎 它有一點無中生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這麼簡單的 一個驗證的事情 其實應該是要做的 其實金管局是 facilitate 一個債券市場的買賣的 譬如最近 人行 或者中國財政局在香港 發過幾十億美元的美元債 香港有幾千億美元 其實用什麼可以消化得到 根本就不需要金管局 或者香港政府 動用外匯儲備 來支持中國大陸 完全沒有這一回事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就有一點過分的圈驗了 最後就說 講到香港關係法 什麼什麼 其實整篇文章的說法 就大概是這樣 我自己會繼續說下去 有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我想大家剛才都聽到 差不多一點 我就著它所說的 我想講回多一點歷史 其實大概在1978年 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後 其實香港 香港雖然作為 那時候還沒有叫做一個金融中心 我想90年代 香港才發展成一個金融中心 其實實際上 當時香港的上市公司的市值 其實就不是很多 甚至乎你去到97年 我們股市一直很蓬勃的時候 其實市值都不是誇張得很厲害 但是如果你以下層來說 其實都已經很厲害了 都是一個很強的財政中心 但是現在的強的程度 是誇張得非常厲害 在不同的直播內 都說過 香港的上市公司的市值 是我們的GDP的10倍以上 你環顧全球 你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國家 或地區有這麼誇張的事情 如果我們去到1997年的時候 這個倍數究竟是多少 當時是不夠3倍 現在最高峰的時候是超過12倍 大家知道其實在97年之後 或者叫做中國加入世貿的一個年份 就是過去20年 其實有超大量的中資公司 是來到香港上市 實際數字是多少呢 當年97年的時候 有3萬億 我們再開一些資料來看 97年的時候 其實當年香港的上市公司的市值 是3萬2千億港幣 根據當時的報道 有16%是中資公司 大概5千億港幣左右的市值 是中資公司來到香港上市 當時整個國內的股票市場 大概1萬億 就是每10元的上市公司 就是由中資的上市公司 有大概三個多 三分之一在香港上市 有三分之二在內地上市 隨著過去20年的發展 其實香港的經濟 哪有這麼多公司 無端上市可以創造這麼多市值 我們GDP也是多了百多 一倍多一點 與此同時 現在時至今天 其實去到2017年 這個都不算好更新 但是都須不忠 也不願意 去到今天來講 其實已經是有34萬億了 2017年的時候 香港的股票市場 就是34萬億 97年的時候是10倍以上 現在中資公司佔的百分比 已經超過六成 大概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 市值已經是中資公司 其實這個層次數 到今時今日都很相似 當年10元有2元在大陸 不好意思 3元有2元在大陸 1元就在香港 其實現在也是 因為現在整個內地股票市場 大概是有10萬億左右的美元左右 或者叫做8萬億左右的美金左右 而同一時間 香港就有4萬億 當中三分之二是中資公司 百分比比當年是小了一點 但是你想想在整個過程之中 其實香港是圈了不少錢 回到中國大陸 而真真正正大家都知道 因為香港有很多稅務上 法制上 大家對外國對香港有信心 同時 其實我們存放了很大規模的資金 在香港 同一時間 不斷地經香港 進出中國大陸 如果我們用回地圖的概念來講 雖然中國的版圖是有這麼大 連接世界不同的地方 可能港口我們有很多 像上海、天津、鹽田、寧波、福建等等 但是如果你說連接到世界的金融中心 還要是以美元 一個叫做聯繫匯率下交易的一個地方 其實零零碩碩就只有香港可以做得到 上海其實今天來講 是扮不到這個角色 過去我們看到其實這件事 香港真的做得很誇張 其實我想用一些再實際一點的數字給大家看 為什麼香港會有這麼多錢 這麼多美金 我經常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其實看回香港銀行體系裡面的存款數字 其實大家想像一下就知道了 我們有六萬多億是港幣來的 我較大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六萬八千億左右是港元 而港元等值的美金有五萬億 換言之我們大概100元的存款裡面 其實有40元是港幣 我不知道我一個普通市民 你在100元裡面究竟有多少錢是美金 但是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 你看看身邊的朋友親戚 每個人都沒有 的話 你就要想一下一個問題 究竟這些錢是哪一個呢 其實不是香港人 最大而是只有兩班人 一就是在外資 就是經過香港投資中國大陸的人 二就是中國大陸的人拿了美金 離開了中國境內 就全放在香港 其實那個道理就是這樣 就非常簡單 單單是指香港人 無緣無故持這麼多美金 在做什麼呢 是不會的 雖然我們的國際貿易很龐大 我們有很大規模的資金 在香港每天去結算 我們有24萬億的銀行的資產負債 譬如很誇張 是我們的GDP百倍 你從來不會看到一個地方是這樣 說到這裡 我想大家可能會有一個概念 就是什麼呢 其實 香港現在處理這麼多這些貨幣 處理這麼多這些金融服務的行業 這些情況 其實究竟是哪一個授權香港去做的呢 如果我們用回剛才的概念來講 說回一點點歷史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為什麼當年改革開放的時候 美國願意接受中國成為這個世界工廠呢 為什麼願意協助中國開放市場呢 為什麼美國每年有幾千億的貿易易差 對中國將幾千億美金傳到中國大陸呢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歷史相負相成 當年大概剛剛打完阿富汗戰爭 蘇聯就已經慢慢退場 然後支持一個在亞洲內的共產主義國家 改革開放的改革開放 慢慢呢 希望進入這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其實我相信對於美國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國策 而這件事如果行得好的話呢 對於穩定的意識形態 而這件事其實滲透到亞洲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你想想其實經歷過韓戰、越戰、富汗戰爭 你想想大家都在冷戰了這麼多年的時間裡頭 有一個共產主義的大國 還要擁有這麼大人口廉價勞動力 還有什麼呢 這麼多優良的海港的情況之下 成為一個製造業的大國 其實對於美國來說 本身自己是百利而無一害 享受了很多廉價的商品 還有大家看回地圖上 你不會找印度來做這個角色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美國人來說 印度的寒度 遠遠不及中國 大家看到在東海和南中國海 其實只需要經過太平洋 就可以去到美國 但是印度來說 就在地理上 是輸涉給中國大陸 所以大家看到 當時美國對於中國 這個意識形態 又或者市場上的開放 是一個謹慎地 welcome的態度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關鍵到第二個時間 就是去到2001年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 其實當年更加是大規模的外資 進駐中國大陸 也都令到香港成為一個這麼重要的 一個渠道和窗口 試過為什麼香港過去 我們賺這麼多的錢 包括真正實際貨物的往來也好 錢的往來 金融商品的往來也好 其實不是說無端端 不知道為什麼來做 而是真的有一個原因 是歷史來做 大家會不會說 美國縱容了中國大陸 所以搞到今時今日這樣呢 我想可能當時是一個 互惠互利相負相成的角色 今天就是 習近平自己 我今天都笑完了 他說中國人沒有侵略和擴張的基因 不過5000年前 中國就是一個河南省的尺寸 一路變成了現在這隻大公雞 如果他要這個說法 我不知道究竟他所說的基因 究竟是什麼 但是事實上 就不斷地向對外擴張 但是anyway 現在就威脅到美國的世界的霸權 大家看到一路由成立 投行 再搞一帶一路 去到現在 其實很多這樣的事情 都顯示了這個事情出來 說得差得開 也有一點點遠 但是問題 現在回到香港的角色和地位 大家聽完一輪之後 你們會覺得 那香港這個角色 會不會因為經濟上的問題 而有所轉變呢 我想首先我們回顧一下歷史 大家再看一看 我動亂了 我真的不敢說 但現在純粹經濟上的問題 大家要考慮一下 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譬如我們看到1997年到2003年的時候 香港是經歷了一段 都挺嚴重的經濟衰退 但是如果我們呢 是回到當時的情況來看 其實香港作為一個 一個資金的集散地區 譬如我們說純粹我們的貨幣供應 或者美元的存款 其實大概是1997年去到 98 99 2000 01 02 其實這個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都是整體向上升 而所有的貨幣供應也都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除了中國大陸需要香港作為一個橋樑之外 其實全世界都需要香港作為一個橋樑 我們看看一篇舊的帖子 說的是 人行其中一個貨幣政策委員會 不知為何 剛才明明做了 現在又要再做 等等 大家 其實那個人興叫做周期人 其實大家如果了解中國的金融制度 就會知道是什麼 每一元的外資去到中國大陸的境內裡 其實你不是存放在他們的商業銀行裡面 中國是做外匯管制的 而這些錢是要交到人民銀行手上 兌換成美元 你才會再參與中國的金融活動 為什麼找不到的呢 去到哪裡呢 稍微等一下 剛才明明開了 啊 不好意思 可能我不小心閉嘴了 自己也不期了 不過可以回答給大家聽 其實那個意思就是說 每一元都會交到人民銀行手上 變成了中國的外匯儲備 所以你說外資大概到現在 今時今日大概有超過一萬億的美金 是放在中國裡 而這些錢本身是屬於外國的一些企業 簡單來說 除了中國的富商也好 官員也好 是需要將中國流通到全世界之外 其實呢 世界都需要香港的橋樑 進出中國大陸 哪怕到最後 他們放棄中國大陸的市場都好 其實你都要走出來的 走出來的時候 最方便 或者叫做最快捷 最方便 最靠近的地方 就是香港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大家要知道 我剛才給大家看這些圖表 和香港的經濟 其實真的不是很大關係 最大關係就是 究竟這個世界 和中國之間的默契 或者大家還需要不需要香港這個地方 我會這樣覺得 其實如果今天需要香港的程度來講 西方國家當中 包括美國和中國來講 其實大家都是半半 即是五十五十 大家都不會希望香港在政策上 又或者在金融制度上 有任何改變 之前那些人說 香港會不會守住聯繫匯率 我曾經說的就是 在貨幣法輪局的制度之下 只要美國 融讓這個 兩個條件 只要美國融讓香港 繼續買買美債 這個聯繫匯率就可以守住 第二個情況就是 國家堅決繼續執行貨幣法輪局的制度 去守護這個聯繫匯率 只要這兩個情況不改變的話 其實我想每天都暴動 每天打死幾十人 幾百人都好 其實香港的角色和地位 都不會因為這樣而去改變 所以我有一件事要保留 其實我們可以看沈旭輝那篇文章 我很大部分的事都贊成他所說 包括香港的地位 角色是很重要 對於國家來說很重要 不要因為自己有2%的GDP 那些官媒亂說 又說香港人 嬌山慣樣 亂來 我想說的是 香港本身的角色和地位 是歷史發展裡 是全世界給香港一個共同的默契 不是中國大陸本身自己給 亦不是美國本身自己給 而去到今時今日來說 這個說法仍然不變 當然你說會不會無緣無故改變 如果有一天 美國或者西方國家 不再需要香港這個橋樑的時候 我就隨時可以炸了這條橋 我走了我就可以炸爛這條橋 但是今日美國還沒走 而且他都沒有想著放棄中國大陸這個市場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 就是正正因為這個原因 我看不到香港在這個作為 中西兩個對峻陣營裡頭 一個橋樑的角色 會因為我們每天都去暴動 或者我們經濟不好 我們經濟衰退3%5% 而有任何的改變 那我想這件事就是 我和沈教授的看法 其中一個很關鍵的一個不同 我不知道大家在整件事裡頭怎麼看 你想一下就是 其實現在香港已經很差了 97年、98年、99年、2000年、01年、2003年 當時經濟差不差 也很差 但是 role 會不會因為經濟差而改變呢 反而反過來就是 現在的美國人權和民主法案 這個 gesture 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gesture 簡單來說就是 我通過了一個法律 去告訴全世界和中國 我對於你這個行為 我 show concern 因為香港是有中國和美國 一個共同利益的地方 如果你潛越一些權力 或者你做到一些事情 侵犯到我們認同的意識形態 而和過去的遊戲規則 是有所不同的 我會監察你這件事 而去制裁你 或者會做其他一些行為 但是你說 美國需要不需要香港這條橋呢 是仍然都需要的 他不會親手去炸爛它 起碼在這個時刻 或者在可見的將來 五年、十年之內 我們不會見得到這件事 無緣無故這樣做 但是你說 去到水深火熱的時候 或者打仗打到很金的時候 會不會有機會呢 有的 攬炒 但是不是香港人可以去攬炒 如果香港人自己成功攬炒了這件事 其實對於全地球都不是好事 為什麼我會說對全地球不好事 因為中國沒有了香港這個橋樑 而世界沒有了進出中國的這個橋樑的話 其實整個金融制度是會崩潰的 無論中國大陸的金融制度也好 有些世界的利益 不同的跨國企業公司的利益 都會受到很嚴重的一個創傷 在未找到一個replace的地方之前 其實香港這個價值還是很大 那你說 如果我唯獨香港市不可取締 我就覺得就真的不可取締 就是這件事 那我說我贊成 你說我們可不可以在上海來去做 那好像之前剛才所說 那你要其他人都要相信 剛剛那個 剛才所說 香港發展到今天 有這個角色和地位 是歷史裡頭 是世界每一個國家 對經濟發展的持份者 一個共同的默契 而演變出來的一個既定的事實 那你突然之間 說他改去其他地方 改去澳門也好 改去上海也好 我不是說他們做不到 而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把整套東西搬到一個地方 就是你沒有十年八左右的時間 你都不可能 你想想香港有多少錢 24萬億的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有30幾萬億的一個上市公司的總市值 怎樣搬呢 最多都是不再上升 我經常都說香港 這些市場 不再上升 就已經足夠香港的經濟崩潰 但是 香港這個角色 不強化 我覺得一定是既定的事實 因為中國大陸如今 一定是什麼呢 找Plan B 很正常 因為你作為一個 特別行政區 如果民心是不歸向於中央的話 我一定會找Plan B 無論是上海也好 深圳也好 哪裏也好 但問題是說 你在製造另一個橋樑和窗口的時候 究竟你需要多少時間呢 除了你自己好想複製之外 地理位置也好 人也好 法制也好 接著另外一個是 國際的一些信用 你不會說按了按鈕之後 譬如我當Samsung 我突然間就會把那些錢 公司所有人 就由香港搬過去北京 接著之後 或者我阿里巴巴就上市 我就不在香港上市 然後我就無緣無故變成上海 你上海會不會用聯繫匯率呢 會不會用美金呢 又沒有人放這麼多美金 在中國大陸裏面 你中國大陸容不容量 在你境內的金融機構 或者叫做上海 無緣無故有另一個叫做上海中央銀行 去管理這些匯率的結算 而是自由進出的呢 我相信呢 中國想做 但問題是又怕 什麼叫做想做又怕呢 又給大家看看 就算在香港做 大陸人都怕的 告訴你 這幅圖有一點不好意思 在說存款那裡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個 不好意思 可能我又開漏了 或者說說 在美元的貨幣 大家看到有5萬億港元等值的美元 其實非美元的外幣大概有1萬多億 其實早在2015年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一個暴力救市的情況 當時A股暴跌人民幣的匯價 就是由升了十幾二十年 變成反過來貶值 那時候其實 經常都說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 香港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人民幣的離岸中心 但是我們的非美元貨幣 不好意思 我找不到那個桌子 但是呢 我記憶所及 當時 2015年 我們大概有1萬億的人仔 在香港 存放在那裡 時資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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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你又升了少少 大概只剩下6000幾億 換言之 其實在短短四年之間 我們人仔的存款 是少了46%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糟的一件事 當你希望開放市場的同事 你又要完全控制你的匯率 但國內又有超大的資產泡沫 然後經濟又去到一個臨界點 然後你又面對美國的一些制裁 必須要做一些經濟轉型 產業又沒有辦法跟得上 人民的教育又沒有辦法跟得上 如果你要現在 在中國境內 搞第二個金融中心 去replace 香港 我覺得你基本上就是談戴容易 我說完一大論 我想告訴大家 大家不需要擔心 香港的角色和地位 被取締 但是與此同時 我們必須要接受 香港的角色和地位 會淡化 尤其是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如果去到這麼差 世成水火水深火熱 今天大陸人來到香港 說了兩句愛祖國 都被大家打到銀鼎 這些情況 中國大陸去找計劃 是很合理的 但也不用太擔心 他一定不會找得快 亦都要其他地方 全世界去應受 所以 但是如果經濟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本身這樣已經可以令到香港 一個很大的問題 像我剛才說的上市公司市值 又或者香港管理的美元 或者人民幣的 其實你不再上升 就簡單來說 就是你生意是沒有增加 你沒有增加到這方面的生意 其實你的增長 就等於降到零了 即是在這些地位中 你想想我們過去的一些投資 是期望每年都有增長 到時這一部分的一些信貸 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沒有增長 或者一些很輕微的下跌 其實對於香港經濟來說是危險 但是又回歸到沈旭輝所說的 那是否代表我們自殘我們的經濟 我們走上街頭 倒路暴動 不讓人開檔 然後我們三罵 就可以威脅到中國大陸去跪低呢 或者有美國來支持呢 其實這件事也不合理 正如我剛才所說 首先中國大陸是不需要香港的經濟好 才可以扮演到香港 即是扮演到中國和世界的橋樑的角色 真是完全不需要 另一件事就是大家要想想 剛才我所說 喂 有五萬多億港元等值的美金在香港 而這些大部分都不是屬於香港人 是屬於跨國企業的人 或者本身屬於中國大陸的官商 問題是 就算你的經濟怎麼差 還是暴動也好 你的金融的秩序 以及你的制度還在 其實我真的不需要動它 我動來幹什麼 是吧 你自己要問一下這件事 當然如果我想賺錢 我會找探望另一個地方 這是實際的事實 但我不會一下子把這五萬多億的錢搬走 是吧 不會這樣的 而這些地方要有其他地方去奪行 那些地方又要有優惠 我可以測試得到的 我又要有人物 我又要有分公司在這裏 接著要知道遊戲規則怎麼還 大佬 不是說這麼容易的一件事 所以大家如果想著攬炒 如果有迫華 迫到大陸去做什麼 我想就不會 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美國也不會容養你做這件事 因為正如剛才所說 外國人放了一萬多億美金 在中國 你想想 試一下 如果中國現在完全實施外匯管制 企業不讓賣東西走 然後香港這條橋也沒有賣的話 這個方舟 就好像沈旭輝所說的 就是羅亞方舟 他剛才在這篇文章裡說到 其實香港就是一個方舟 說的不只是為中國人 也不只是為共產黨 因為全世界人 都是中國利益的持份者 也是香港利益的持份者 炸了這架船 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沒有好處 而今天來說 大家的勢力 基本上就是5050 當然在一國兩制下 administration 歸中國大陸 但是在一國兩制的資本主義 行聯繫匯率的市場開放 這件事並不是其他國家的人 說改就改 也不是香港人說改就改 那我最後想說一點 我想我去到這些位置 有一點感情上的事情 難一點去表達 我想我們再多看一些 最近的一些情況 其實這個老組的時候 2018年10月已經說了 中國財政部 在香港發行美元的主權債 其實這些都可以剔除少少少原因 即是剔除少少的rumor 即是 美國今天是嚴重缺乏 美元的現金流 我記得這個說的 幾十億都不放過 當時那個人 而且可以預期將來會越發越多 的確大家看到最近有發 香港是中國境內 擁有最多美元存款的地方 4至5萬億港元增值的美元 這個剛才也說了 這種由中國財政部 擔保的美元主權債 起碼是五年 簡單來說是賣了 過了 過了 有段時間都還沒拿回本 除非有下一個傻子投資者 就去買 其餘都是十年三十年 這些可以說到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 這個也是剛才所說的一些少少的歷史 這是7月7日的時候的一個Live的預告 說到中國作為這個美元拆架的時代 的機遇和影響 用回剛才的角度來說 透過過去二、三十年 將很多的美元 由美國不斷賣東西賣東西賣東西 去留在中國大陸 然後有很多的外匯儲備 但是同一時間 你又控制人民幣的匯價 不讓它升值 然後儲夠外匯儲備的時候 你又搞一帶一路 支援印尼、越南、泰國、緬甸、哈薩克 去到伊朗、巴基斯坦 然後搞到東非 那些美國人看在眼裡 都覺得很不順眼 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政權 走來拘捕一些窮國 另起爐 搞一些投行一帶一路 這些就是在意識形態上面 和世界霸權裡面一個很大的衝突 所以大家就看到 我便截斷你的一些美元的供應 收你關稅 然後我自己國內減稅 讓這些美元由你國家裡面離開 還有另一件事 告訴美國的公司 或者告訴美國人 要改變消費的習慣 不要再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不買你的東西 你有本事可以在其他地方找美金 但是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 可以創造美元的信用 那個地方就是美國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些情況 跟著 講到中共權貴殘民治肥一國 其實這些舊帖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以為是藍絲 其實你看回很多舊帖 中國大陸今天面臨的情況 或者一些歷史裡面 其實我們都很認識的 正正因為這些認識 就知道今天那個 香港的社會的動亂 我們的判斷就是不能夠改變 反而會越搞越衰 所以有時候會說一些 大家不太適合的說話 但是什麼叫做 中共殘民治肥一國 其實也都說了 這些就是 剛才開大都看不到的 可能 就是在說存款那樣 其實根本就不是香港人 有些會無緣無故 你100元裡頭有40元是講美金的 就是存款那樣 不是香港人的 那些是過去 我們看到中國 譬如我們很喜歡說 帶頭毒奶粉 環保很差 假雞蛋 人命很賤 OT 開工一天就16個小時 工廠工人等等 用這些血行換回來的 一些美元的外匯儲備 就留在香港 香港其實都間接吃了這些 人血饅頭 怎麼說 因為我們在管理這些錢 管理這些錢過河濕腳 所以我們就賺不少錢 但是 你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總之 我自己活在香港 你希望香港人好 這個就是2018年12月 在說這個 任正非的女兒 萬邁洲的案件 以前說過 范冰冰的事件 告訴我們 以前有句說話 中文說 離開到國家的錢 才是自己的錢 香港就叫做 離開到國家的錢 所以你就見到這麼多錢 在香港 但是 現在就證實了 離開到國家的錢 都可能不是你的錢 因為拘捕你之後 混你一鑊 你就自然好出來 從中 包括什麼 大家看到 邵建華也好 范冰冰也好 你看到國進民退 你以為馬雲馬化騰不怕嗎 連王健林都要求成 接賣 所以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是屬於黨 你就交上去 在需要的時候 這件事 這也不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為什麼最近 成哥又捐錢 又登報紙 其實跟大陸罵了很久 有一點點不同 李嘉誠作為一個跨國的商人 其實他不只是做地產 有能源 碼頭 港口 電訊 等等 跨國企業的商人 說真的 誰有錢賺 我就走了 以前你看我台戲的時候 我和江澤民 胡錦濤年代 大家有計談 我就做多些生意 在大陸 賺錢之後 你經濟不好的時候 或者你的遊戲規則有轉變 都習近平上台的時候 你說不是這樣玩 我是跨國企業的商人 我又不是馬雲 我當然是走人 大哥 先去其他地方 然後你又唱衰我 別樣李嘉誠跑 又這樣那樣 我調戲不順 我當然是搞你 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你和其他四大地產商 成哥有點不同 因為其他人的業務 只是在香港做地產 你叫四叔 李小基和這個共產黨玩 不要搞笑 我不知道大家 怎麼看這個 曾蔭權和這個 郭炳剛坐牢這件事 最主要是有理由相信一些權鬥 權鬥不是香港本地的權鬥 而是內地和香港的商人之間 一些條件的交換裡頭的角力 你想想 我不知道新同基究竟 新地究竟是 如果以上市公司的中市值 會不會是全世界五百大 三百大 可能都有 要狼當入獄 跟著還要 這個前政務司司長 加上這個前特首 都因為這樣而一起坐牢 我想這件事就 如果不是國家級的一個交易 我想就很難令人相信 一個小小的廉政公署 或者行政長官 是可以決定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可以多用這些層面去看看 今天也算是跟大家評論了一些 有關於大陸的一些交易 可以澄清一件事 其實我不是一個藍絲 我是一個香港人 我是一個支持香港的香港師 希望香港有一個好的發展 對於750萬人來說 無論你是新移民也好 或者你是本身土生土象的鄉民也好 你持有三顆星的香港身份證 是香港永久居民 我都希望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的生活 都是好 所以今天就是這樣的看法 其實都差不多了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事情想討論 今天講一些東西 很不好意思 因為有時候有些事情講到這些 比較政治敏感的話題裡 主要是現代 近代史的時候 有些事情要過濾過 和消化過 才可以說出口 希望大家不要太過介意 如果大家看完沈旭輝這一篇文章的時候 覺得香港是不可取締的 我最後說了 是的 香港真的是不可取締的 起碼在五年十年之內 香港不可取締 與此同時 香港絕對的優勢 會變成一個相對的優勢 因為國家一定會禁制 去尋求這個計劃B 就算不是有計劃B也好 比香港的市場都不會再大 分給你的薄餅 可能由兩極變成一極 香港的經濟是不會好 不好的時候 你說外國會不會幫香港制裁 中國大陸 或者制裁特區政府 就算制裁之後也好 也有姿勢 香港的金融地位 我猜到他題目這個不可取締 仍然都好 在世界西方國家也好 在中國政權也好 是真的不可取締的 是不會改變的 這五至十年之內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就算香港經濟衰到貼地也好 或者你日日暴動 死一百幾十人也好 仍然都是不可以取締的 所以大家不要有太大的幻想 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有個盛蕭的朋友就說 講人口政策2019年人口減少 講人口政策會的 我們會有每週的重溫 這個週末我們會做的 我們這個星期都有幾篇 講關於人口政策的文章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看 或者我們現在可以先按來看看 其實都有整四篇 計算明天有五篇 有興趣的可以先看一看 而且首先 跟進或者講真確的數字 其實2019年之後人口沒有減少 人口還不斷地增加 大約還有十幾年 去到800萬人左右 是香港的勞動人口減少 即是會上班的人口下降 這件事其實是很麻煩的 因為你做事的人少 開飯的人就多 這件事其實比以前的日本更麻煩 如果你想像一下 你家裏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究竟發生什麼一回事 令到你百常加根 然後你要分時間去照顧人家 然後小孩子又越來越不夠 然後你又覺得很累 以一個家庭就會想到 你會覺得很累 然後你自己年紀大的時候 你又不會再接受一些新的創新創業 令到productivity又下降 這些就是人口老化 人口結構轉變的影響 在週末的時候 做每週重溫的時候 我們會和大家做的 在這裡和大家講講 接下來的安排 平衡時空的Live Sharing 大家看到了 今次加了一個叫做專題分享 將來我們會講專題分享 今年已經去到第97集 真的很高興 每個星期大約有一、兩集 大半裡頭 我們都會在我們Facebook群組裡 另外可能剩下兩成至三成 我們會在Facebook專頁 大家像今天見得到 我們免費去和大家分享 另外就是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有文章寫 大家有時候之前的朋友都會說 喂,我不太看得明白 你寫一些東西 或者你講些什麼 想些什麼 就著這件事 我們就 其實都正在做的 我們都會有一個每週的重溫 透過Live的形式 去講解不同的文章 也會有一些casual talk 將生活內的一些 有關於政治和經濟的 有趣的talking point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些就會比較短 當是casual talk的形式 我們Facebook群組 接下來是會這樣運作 提升了服務 因為過去我們只是做專題分享的Live sharing 接下來我們會包含 另外一個每週的重溫和casual talk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登入我們Facebook群組 登記成為會員 首先有兩個星期的trial membership 喜歡的話才繼續 不喜歡的話 看完都不看到 看完之後 不加入也沒有問題 我們的影片都在這裡 正如剛才所說 今年我們都做了97集的Live sharing 當中的議題 和我們在專頁的文章 一樣的廣泛 由地緣政治 經濟 歷史 人性心理 歷史文明 股票 貨幣政策 樓市 我們什麼都說 環環相扣 希望將高空三萬呎 去認識世界 認識自己 認識其他人的 這一套想法 和思考模式 去告訴大家 今天和沈旭輝 叫做隔空 做一個溝通 我相信他都不會看 不過我覺得是有趣的 不過其實說真的一句 有些人不喜歡我去留言 其他人的說法 但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我有當一些小說的分享 我自己在學習的過程中 我覺得 你要透過和其他人 你叫做切磋也好 討論也好 或者叫做 吵架 吵頸也好 其實在一個過程之中 你可以組織你自己的想法 也可以看看別人 究竟有沒有一些 第三個解釋 然後你想不通 你就會再去找個答案出來 其實這個是自己 我覺得是一個 很有用的 一個學習的模式 所以我自己是喜歡這樣做的 但可能有時候 表達的方式 可能是比較野火 可能是比較火爆 但我想我會繼續去 維持這個方向和風格 因為我自己覺得 這樣是很容易 很舒服 很容易 很容易 也是誠意 去介紹給大家 當然不是叫你去 撩膠打 但我會覺得這樣其實是好事 因為其實也有不少人跟我說 比如說好像在最近 香港的局勢的發展 這樣說 有人跟我說 香港這樣是有出路的 這樣就會變得更加好的 而且是不用很長的將來 這樣 我都會去分析和了解 就好像譬如沈玉輝說 其實我們現在這樣 你北京攬炒的經濟 你都沒有混眼 那些 我不認同 那我就再去想一下為什麼 還有看別人覺得說得對 對不對 但是去到最後 其實我很多時候 譬如以現在的局勢 我都聽不到 為什麼香港現在這樣走下去 在五年十年 十五年二十年之內 會比原本六月九日之前 更加好 我都看不到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有人可以告訴我 我也很開心 但是沒有一個有說服力的說法 可以去令我支持這件事 我自己的看法 我看到有朋友有個留言說 你不說別人 我看什麼 有人都喜歡我說別人 我不知道 有時候有些人覺得這樣有些娛樂性 可能 是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人性這件事挺有趣的 當我 譬如早前幾個月 一年的時候 我講大量一些中國現在的問題 或者中國在過去歷史裡 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其實沒有什麼人看的 香港人沒有什麼人看的 可能看過就慣了 但是又有很多愛國愛港的人士 走進來罵我 最近我都會批評一下大家 對於人口政策 批評一下這些的示威抗爭的運動 批評一下經濟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事 有一大輪熱愛民主自由的烈士 然後走進來去罵我 或者叫做 不要說罵 走進來激烈地去討論 我覺得 很多時候大家都可能喜歡 看一些 我不知道可能有一個攻擊的target 都是開心 因為我們這個媒體 又不是一些 去販賣一些希望 或者去銷售一些仇恨的地方 但是這個小小的observation 我覺得其實挺有趣的 之前也有些朋友說 你不怕說這麼多這些 不支持黃絲的事情 你不怕沒有所有的客戚 其實說真的不怕 因為都不是靠這個平台來賺錢 不過我覺得做一個平台是有趣的 我們都連半 可能有些久一點的讀者都知道 連半 很少講這些個人感受的事情 但是也有三十人都在聽 我覺得都可以 我繼續講一點 大家也有興趣 做了一年半 其實我覺得在人生裡面 如果你學會了一些知識 為什麼我們叫平衡時空 有些人問我 其實是不是反過來 你是不是抄襲 沈玉肺 沈玉肺以前真的叫平衡時空 而我本人我真的認識他 其實真的不是 我真的想用這個名字 因為在自己研究學習的過程中 比較孤狠一些 發覺我自己找出來的現實 和大家所認識的好像不太同 我又發覺不太找到知音人 慢慢的朋友也不太溝通得到 所以覺得那個名字 平衡時空就是我自己的心情 所以才這樣 寫一寫的時候 都沒有想過 將會變成一門的生意 但是自己真的沒有做過生意 那就有試試玩一下 所以寫了大概半年的時候 就成立了公司 然後就開始一些會員 希望做好一些教育和推廣和分享 將自己的想法來分享 我經常都堅持這樣說 其實我不會一天 今天的我都打到昨天的我 雖然大家都笑 官員也好 又或者有些財經評論員 經常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 但是我很喜歡今天的我 打到昨天的我 因為這樣 其實你個人才會去進步 或者有機會 我可能連續兩個星期 去重溫一些舊貼文 去重溫一些 去重溫一些 可能我曾經做錯過的 預測給大家聽 我自己經常都看 說真的 因為你要知道 你預測錯 其實是因為 是有些外面的轉變 還是你整套套路本身的思考都出現問題 其實這些評論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慢慢學習去做更新生意 然後就去觀察一下 大家喜歡什麼 多些 有時候大家會說 不如保持某一個風格 多些批評一下別人 或者說多些 寫回自己的東西 不就更好 不要說那麼多人 但有時候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是乞意這樣做 乞意這樣做的意思是什麼 我不是看大家的反應 看大家的反應 其實有時候 是為了市場的 這是真心的 但是與此同時 我明知道市場的 我都不敢去做 因為你不試試其他事情 你又不知道 人與人之間 在交易中 就應該會有什麼 化學反應 而且在過程中 我覺得是不斷學習是開心的 譬如說 如果有時候 你寫一些東西 挑起馬戰的時候 你怎樣去 控制自己的情感 又或者是 你怎樣去影響 人家的情感 其實這些對我來說 都是一些很興趣的事情 搞了門生意的時候 也是 因為從來沒有做過 說真的一句 你說由公司註冊 這些簡單的事情 也沒有做過 報需也沒有做過 甚至乎 用電腦 用Facebook開Live 我也沒有做過 我經常跟大家說 我是一個IT的白癡 但是在過程中 所有事情 你都必須要重新再學習 經歷一次 其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不做 你又怎樣知道呢 講到這裏的時候 其實又跟大家講一下 講一些投資心理的事情 以前有些朋友問 一些長期的讀者 或者我們的會員 會知道 我經常都說 我會all in 某一種的投資產品 甚至乎一樣 不要叫一種 是all in 某一隻股票 甚至乎 你說你要有多大的信心 你才會all in 其實我不需要 對那隻股票很大的信心 我只需要 對我自己有信心 OK 你有自己的信心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可以控制到你自己的行為 你不試過 其實你真的不會知道 那這些就是要經過不同的經驗 有些人 經驗累積下來 是一些失敗的經驗 你是會害怕那件事情 但如果你經歷一些經驗下來之後 你是享受過程 每次檢討你都覺得 很棒 那久而久之 其實基本上 你就會很容易駕馭到 那種給你的感覺 其實對於我來說 就是 投資的部分已經做得OK了 你們 做生意 這部分 不是對錢 是對人的 譬如有時 有些客人稱讚你 或者有些讀者稱讚你 你又可以有多高興 有時有些人批評你 你又覺得醫療如何處理 你全部經歷過的時候 我想對於個人成長 或者人生來講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大家都知道 上個星期跟大家說 我們平衡時中 真真正正由我 變成了我們 意思是什麼呢 我就邀請了我其中 一些門徒 和朋友 都在投行裏面做了十幾年 經驗都很豐富 我人很善私 加入了我們公司 接下來他們都會粉密登場 去寫一些文章 和大家做多些分享 我覺得 去到這個時期的年紀 又是時候去做少許改變 改變的意思是什麼 又可以嘗試 拉入不同的人 因為過去只有我自己做 想的方向如何行法 又是得自己 現在找不同的partner 一起去做 一班人做可能有 化學反應又不同 又開心 甚至有另一種的chemical reaction 又是另一種的challenge 人生就是不斷地去經歷這些 我經常都說 肩硬是你學習 你一定要經歷的 投資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必須要經歷 不要怕 大家 張家輝也說 一歉你就會輸 所以大家 雖然今天講 十六塊 剛剛講到自己的一些 心路歷程 你不歉的話 你去做 然後你深切地去反省自己的emotion 深切地去反省自己的knowledge 下次再做的話 你一定會比第一次好 第三、第四、第五次 你能站起來的時候 你去到終歸 你其實就會成功 很多人跟我說 你做生意 應該要選擇一個好的行業 我告訴你 做我這類型平行時空的 這些平台的生意 其實本身的市場就很細 細得很重要 因為大家其實都是喜歡什麼 一些誇張一點的 就像蕭若元那樣說我粗口 好像肥仔軒元光靜那樣說我粗口 罵政府那些 OK 然後又或者是什麼 賣貼士那些 或者是要假裝自己的西裝骨骨 然後又做到一些圖很漂亮 只有他看得明白 你看不明白那些 又或者是另一些 就是銷售自己的 一個resume 可能我做了i-band30年 統領多少人 管理的資金 還有多少十億 那些人就銷售這些 這些其實全部都有market 但於我現在做這些 我相信在香港來講 就從來這個market 都不存在 一來又要 免得失事 看會員也好 讀者也好 一說真的一句 他開始哪看得明白你這傢伙 寫什麼 說什麼 高空三萬呎 沒有一個玩 我上班忙都脫 一天做十個鐘 你叫我去找資料 看資料 開玩笑 這些一定是事實 但以為原來不做 你又不知道 原來真的有一點market 有時候讀者和會員是吵回來 那你看你自己的passion 究竟有多大 你是不是每一天 都多給人家一些 一些信息 他十篇看不明白 第十一篇 會不會有一點名 當你有一點名 可能他又會找回第一篇 那這些就是 你對於一件事 你有多大的passion 所以做生意 如果大家有朋友 有興趣做生意 我經常都說 一個不好的 經濟發展不好的國家 或者不好的地區 都會有好的行業 一個好的行業 都會有差的公司 但是呢 一間多差的公司也好 只要你的人是好的話 其實你去到終歸 你一定會解決到問題 你一定會做得好的 哪怕你是在一個商場裡 賣煎釀三寶 開車仔麵 賣文具 還是你是教人做運動的 身體訓練 還是你可能去全職做補習 剪頭髮 什麼都好 其實你有passion的話 你肯去做 每一天去想 究竟如何去改善你自己的服務 想怎樣去堅持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你就會做得好 我不要以為自己做得好 我相信我能做得到 有出版社的老闆 其實是去寫書 其實上年已經這麼說 當時我剛開始做門徒計劃 時至今天門徒也第二屆 十多人 之前第一屆也有錄過 你又沒有背景 為什麼人家無緣無故要付錢 給你上課 他還問我學費是多少 我當時也有告訴他 為什麼人家無緣無故要付錢 給你上課 我們這些不是叫做什麼 性交轉運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相信你 我想這些其實就是一種passion 一種的魅力 或者叫做 你真材實料的時候 你就創造一個市場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就是 你自己對自己一個的交代 我會這樣看 譬如當時他寫書 我的看法就是 我不想被人去 困難我究竟我寫什麼 他不是要規限我寫什麼內容 但我方向上有directive 我暫時不能接受這件事 但當然 可能他知道我突然很想寫書 測試一下自己的文筆 或者看看印了一千幾百本 是否買得完 這些其實 到有時候想挑戰一下自己的時候 我會再做也不停 但在那個時刻 我沒有這樣的打算 其實現在也沒有這樣的打算 但你會在後年會不會做呢 可能也會的 人是不停地去試一下新的事情 不是好玩的 來來去去做了一些事情 有什麼好玩的 我最近幾兩年 在這個平台裡面的看法 一些人生觀也好 或者人生哲理也好 或者人性心理也好 我相信在職場打工的年輕人 都會有用的 你不要經常埋怨 去自怨自艾 千萬不要這樣 現在的機會 的確比我們二、三十年前的長輩 是少一些 但他們那時候也要捱 一來那時候的教育機會 有沒有那麼高 當然可以說那時候人口有膨脹 然後經濟的起步點 現在那麼高 天地黃金 這些都是事實來的 但正如我剛才所說 不好的事勢 都會有好的公司 和好的人 你就做好的人 當大家都提升 大家整體質素的時候 那就好 接下來會說人口政策 做一些每週重溫 其實我想過去香港人 獅子山下的精神 不是抗拒移民 我們是接收一些有需要 我們幫助的移民 與此同時 我們歡迎一些競爭力很高的移民 令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更加好的將來 同一時間鞭策我們自己的進步 過去香港人應該是這樣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也是這樣 二、三十年前我讀書的時候 也是這樣 而不要變了 我們現在經常都要有 一些保護主義的保護神 有很多事情 在社會每一個角落 我們都見得到 包括什麼呢 譬如做教育的時候 以前哪有這麼多 所謂的直資學校 或者私校 又說要考IB 當然我明白 這個好像是社會進步的問題 但是你要想清楚的 就是說 這個本質是什麼 我們是不是要分 社會學校分得這麼明顯 在教育中 然後我們公營醫療服務 又不提高 然後又叫人買自願醫保 這些其實是越來越分化的 不同的社會學校 以前我讀傳統Bang1的官校 名校 我們那時候真的 哇 住半山的同學 也有 住板間房的同學 也有 但是大家呢 其實都大家了解 大家互相之間的生活 大家都是一些好朋友 怎麼會像今天這樣 你試一下你讀DG 讀喇沙讀南北 你怎麼會認識到一些基層的人 可能會有一個方 有個三五七個 然後還說 教育局或者一些學校 還要說 對呀 他們可以申請了學金 說真的 給你讀你都灰 只有三五七個 然後還要看到別人 每年去遊學團 三五萬旅行團費 隨團還有護士 那這些其實你是很心理不平衡的一件事 那以前我們不是這樣 慢慢你想想 就是社會分化得多麼緊要 是吧 不要這樣 以前呢 早二三十年呢 做公務員那些人被人笑 沒有掌進 沒有出色 現在過了二三十年之後呢 做公務員 哇正啊 你有鐵飯碗啊 好啊 不用做啊 沒有人炒對你猶豫 那是神經病的 整個社會 怎麼會是這樣的 以前小時候打球 就是你沒有出場 還沒有正選的時候 你不是想你的隊友受傷 然後你出場 是吧 又或者你想贏球 不是因為想別人差 所以你贏了那場球 是嗎 是想你自己的球技有進步 體能有提升 然後打贏那場比賽 那些才是真正的進步 香港人應該是這樣的 不要想說 喂 現在 我真的 中國大陸真的一點都不好 不好意思 不是一點都不好 就是有很多很多邪惡的地方 我剛才和大家看回舊譜 我強調我並不是一個藍絲 OK 我也真真正正的 我並不是一個黃絲 OK 但是問題就是 喂 我們不要因為人家差 而我們自己說 攬炒吧 或者是 你這麼壞 我更壞 我更壞 我要用一些手段 OK 這樣 這樣 就點低了自己 不是這樣自怨自艾 是吧 反過來 比如沈玉輝這篇文章 他說 唯獨香港是不可取締 我可不可以再重複了它 香港是不可取締 我還可以令到香港有第二 第三第四第五樣東西是不可取締 這樣才是厲害的 香港人 對不對 我除了是國際金融中心之外 我還是有其他的 role 是全世界 也好是中國大陸 都可以認同我們的 我們是 只是我們做得到的 其他地方是做不到的 這樣才是 那個出路 到時才叫做bargaining power 當然我們明白是極度困難 但是如果你整體的思想 思考模式是這樣的時候 香港就有未來 就有下一日 不要自己經常下閘 人家壞 人家的問題 我就很好的 我以前的生活不是這樣的 是你弄得我差了 就算所有剛才說的這些 都是事實也好 我們都不要這麼想 我們都不要這麼想 我們應該是要改變自己 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然後影響他人對我們的行為 我經常都說 你連你老婆 你老公你都沒有改變得到 你怎麼可以改變到共產黨呢 你怎麼可以改變到特朗普呢 你改變不了的 問題是嗎 那不如我們改變自己 自強了 那可能 當然 有些人覺得抗爭運動 團結大家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米 就是在走這條路 都不要緊 如果你真的 在你認知範疇裏 我經常都說 在你認知範疇裏 你覺得你自己盡了最大的努力 去學習不同的知識 你判斷 這樣是有用的 就去做 其實真的 我自己 覺得不好的是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 我不是說大家被煽動 或者被什麼 而是真的 我到現在 我聽不到一套 比較完整的套路和論述 我看不到這件事 我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 真的 我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 但真的看不到 我們都很尊重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很尊重我們的價值觀 大家不如想一想 我們如何提升我們的競爭力去做 我覺得這件事 是不是更加好呢 有朋友說 那你就做一個犬儀 也是的 可能有人真的這樣覺得 這件事 我自己每一次人這樣問的時候 我都會問 因為是否我自己太犬儀呢 有時候都會這樣問自己 所以我就會繼續 我會用我自己的知識 我們的能力 去了解一下究竟是不是 我自己是這樣的 如果得出的結論 是的 就改吧 如果不是的 也不要緊 看看如何可以令自己再進步 我會把Alex 的說話 我一定會這樣做 你放心 我也不會繼續 很樂意地做一個犬儀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犬儀的話 我並不會樂意這樣做 我剛才的說 我希望自己每一天 都打到昨天的自己 我也希望香港人也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也有同樣的概念 我自己也不是很適合 你去做 今天都說了一個多小時 有人喜歡還是不喜歡 也是同意的 就算開直播 你們都會看到 有人讚賞 有一個批評 其實這些是一個社會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大家也繼續 歡迎大家的讚賞和批評 我經常都說的 在一個項目中 不要說粗口 或者叫做 不要abusive 不要去侮辱人家的 譬如家人 說出來的 都是你自己侮辱自己 我覺得其實其他事情 只要facial 舉到歷史事件 一些例證 舉到一些實際的數據 其實我們任何的 都可以去這些討論 PW就說 我們這一代 起了很多圍牆 以前香港人真的 幫新移民 我早幾天 就分享了一個 YouTube的舊的影片 講《亨槍集》 1997年 當時都是香港電台製作的節目 是說新移民在香港 譬如由 找工作 教育 居住等等的層面 他們遇到什麼困難 香港人應該如何協助 他們適應香港的生活 我們經常都說 大陸人來溝淡我們 這個說法是對的 我們真的被人溝淡了 但與此同時 為什麼我們不去 我們教化他們 或共融他們呢 我真的覺得溝淡 為什麼要溝淡呢 我搭這個東鐵的時候 真的沒有人讓座 給大途婆 我看到 然後大家很逼 高譚闊論 各樣的 東鐵比較明顯 在香港島 你搭地鐵真的比較少 我們真的被人溝淡了 其實在很多地方 但是為什麼不反過來 就是說 我們令到一些新移民 來到香港的時候 入鄉隨俗 跟回我們的文化習俗 來做呢 這個事情如果做得到 就是香港人好事 我們是不是應該來這樣做呢 我記得以前我們好像是這樣 雖然當時我都很小 我們社會就發展得好 應該是這樣的 當然你可能 你不可能 三五七個月去改變一個人 但是大家很喜歡的梁天琦 其實都是一個新移民 他也可以學到熱愛民主自由 追尋自己的夢想 我覺得這些 其實我們就叫做同化了別人 其實我也不贊成大家 少去胡北齊 這些就是我們過去的一些 狀態來的 我以前讀書小時候 小學的時候 都是讀一些地區的小學 所以整班都有一半是新移民 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不會歧視別人 不會覺得 你的社交平台很低 你來到是拿鐘門的 我說你一定是住公屋的 然後搞到我排很久 然後我還住在板間房 然後你媽媽來到 就只是拿鐘門 不出街做事 我怎麼會這樣想 就算是事實也好 我們就協助別人的下一代 大家一起在一個良性的競爭 的情況之下 去提升香港的競爭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當然 不過事情走到這一天 就難一點 Anyway 香港在一個地區 我也覺得有些事情是 難去發展的 譬如我們要做地 比一個國家難 因為我們的階段 是太小的 也很確定 真的生多平地少 可以發展的基建 其實是難的 在做一個規劃的時候 跟一個國家當然是完全不同的 這些是我們需要 應難而上去解決 說真的我沒有這些知識 究竟移山填海 會不會影響環保得很厲害 然後究竟填海的時候 可不可以蓋鐵路 要等多少年才可以 那些土地才比較穩定一些 可以有其他資格的配套 這些我真的不懂 但是問題是 譬如我們移山的時候 有什麼環評需要處理 又或者會不會有些 例如西貢那樣 綠角石柱 難道你炸了嗎 有些事情我沒有認識去做 但我想我們香港有專門人士去做 去想多一些這些事情 我會覺得 譬如我們過去做很多自由行的生意 這些判斷真的很差 在荔枝所致 商人就去開藥房 搞到香港媽媽沒有奶粉買 這些就是香港人自己的問題 就是貪心 貪心 然後還有什麼呢 又謀取暴利 然後不斷加租 各樣影響到民生 食股各樣的又叫苦連天 然後想買一些雜貨寶 這些其實真的很差 政府有責任的 全部都有責任 但我想每一個香港人 都消費的時候都用腳投票 我覺得是 起碼 現在我們說黃色經濟圈 也好藍色經濟圈 其實我們都是用腳投票的 以前其實我們都用腳投票的 無論你在哪裏 藥房買罐奶粉 或者你自己開一間藥房去買奶粉 都好 其實這個行為你也是投票的 那 這是自己的問題 說真的 別人對你有影響 但是做那個行為的終歸 其實真的是你自己的 然後Kelvin又說 好像末日博士羅先生 有能力都因為政治立場 被人趕絕 有能力都要有空間生存才行 其實是的 我自己這樣看法 這個其實普遍是中國大陸的現象 但是我們是不是要跟他同步 是不是被他同化呢 我自己個人就真的可以保留 我們可以負責這件事 我們可以批評這件事 我們希望有能者居知 如果我們是在做本地的企業 甚至是政府部門的 我們要堅守我們有能者居知的 這個精神和態度 我們繼續去批評他們這件事 但是你說是不是水火不容呢 我想又是未至於 是不是這樣 近期最長的分享 我想有少少香港前途的問題 有些政治的問題 有些經濟上的問題 講講講講講講講 都整個11點 但是我又看到大家都繼續留在這裏 就繼續當好像開收音機 和大家聊聊天 雖然這次沒有圖沒有其他 但是大家都繼續在這裏聽 我想大家都經過了回歸22年 特別是最近這五個月 我想大家都是一些很深切的反思 我想在這裏聽的都是可能 我不要用中立 大家的立場未必很strong 即是說未必一定是覺得 唯獨什麼什麼一定是正確的 我想你才會在這裏 我不是很喜歡用中立來形容自己 我不要假裝中立 其實我不會用中立 我想我是真的看個別的每一個情況 或者是每一個case 或者每一個範疇 其實是不同的 你看到其實在右上角這幅圖 有幾個bowser 其實都是講一些中國大陸的不是 或者中國大陸如何地水深火焰 與此同時 我也很容易可以開到幾個post 告訴大家 現在香港的經濟如何受到這個暴動而影響 不斷的就是這樣說 不斷怎麼說 如果你說有立場 我看到有些人說 為何不割席 因為我不在乎 或者我是不是看不到 暴徒有超級暴力行為 是不是看不到 不是 是我不在乎 警察也是這樣 你死蟑螂 我一下子猜死你們 我要燒炮獎 開香檳慶祝 那是神經病的 難道我要稱讚警察 你們應該嚴厲執法 所以你說這句話 有人死都應該要開香檳慶祝 難道我要稱讚這件事 神經病的 這件事本身就是 反指的 你沒有理由 因為有立場 可能你支持警察 因為他要開香檳慶祝 你就會支持他 說得好 你不會因為支持爭取民主自由 然後有個食環署的阿伯 被暴徒丟死了 然後你會說 很棒 是他自己抵死的 自己拿來壞的走 這些話我真的說不出來 是嗎 是那件事就說了 不過他好像剛才說 學做生意 今時今這件事就很難了 我告訴大家 沒有市場 完全是很難 正如剛才所說 比如你說 有讀者之前說 你怕不怕說這些 令到訂閱 下降很多 真的會有少少影響 無論是在Facebook專頁的Followers 或者本身其實是我們自己的會員 即是在我們WhatsApp的討論群組 以及Facebook群組 也好 有些人因為政見 而去不再續會 甚至是Block了 Block了我都有 可能不想再看到我寫的東西 我想這件事是真的 中間你說有沒有些議題 或是討論 少許 我覺得是有少許可惜的 但其實 就是面對它 因為你不需要因為人家 而去改變你自己 你可以因為人家 而你真正覺得 對的 我應該這樣 而去改變自己 大家明明中間的 那個 因果關係是怎樣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本身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明仔 我想大家應該有吧 那個Youtuber 說拍片去旅行等等 最近他因為說了一些無靈兩可的東西 然後又捐了10萬01元 好像做白金那樣 給一些支持現在的社會運動的團體 然後被人在Facebook上狂咀 以及在Youtube 然後有些Followers 就少了一半 好像原本有40萬 只剩下20多萬 但我覺得這件事 我不是怕這些 我有些observe 這些時候 挺有趣的 我覺得人就是這樣 原來 我們同一時間 都會想 這樣留下的20多萬人 原來又有20多萬人 現在又走了10多萬人 我真的有10多萬人 因為這樣而不再看他 所以我覺得 其實人是挺有趣的 有人說 我看到Ming仔10年 他陪著我長大 然後我含淚 不追蹤了他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是的 人是可以很多時候 因為某種情感而做 出某些行為 當然我不是說 你不看某一個Youtuber 你會很大件事 但是 又回到投資 我們經常都 政治和經濟都說 不好意思 是地緣政治和經濟都說 投資是我們很重要的一番 投資其實也是一樣 你會不會因為 你自己 一時的感覺 而去做了一些決定 很多時候 其實都真的有 大家 又或者 我又用Ming仔的例子來講 那十多萬人追蹤的人 會不會有人真的看了 究竟其實 他一段時間做些什麼呢 他捐過是不是百金來的呢 他有沒有解釋 可能其實很多都沒有 不過我已經看到 很多人罵他 很多人罵他 那就是他壞了 那就先不追蹤他 如果不是 那我就很壞 因為一個這麼壞的人 我還繼續追蹤他 我想其實在我們做投資的時候 我們都會 看到一個新聞 然後一間投行說 看好的前景 兩間說看好 三間說看好 然後隔壁的三姑老婆 喝茶都聽到說看好 那我不買 我就很愚蠢 那我當然買 這些情況 屢見不鮮 另一樣東西 譬如 剩下的 又用Ming仔講 剩下的24萬的Follows 你想想 那24萬 究竟當中有多少人呢 是因為 是一個鐵粉來的 無論怎樣也好 我這個 盒爆也不覺得 還是當中的部分 根本Follow了之後 都很久沒有看過 其實呢 跟我們買賣投資 有時都一樣 我們有時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賺了錢 或者不知道為什麼 虧了錢 通常呢 不知道為什麼賺了錢 就是有時候很久沒有看過 買完之後 你都不管 你就會不知道為什麼賺了錢 所以有時候 你不太關心 那樣東西的時候 反而可能會有些 意外收穫 你的情感 你要好好認識 和控制自己 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 好像 人生是一個 認識自己 認識其他人 認識這個世界的一個過程 你做到的時候 你投資也好 學習也好 你真的會有改善的 大家嘗試一下 去感受 不要害怕 很有趣 有些人 你當有100萬 可供投資的 流動資金 你可以用10萬 來做10倍槓桿 去炒期貨 然後你輸了10萬 那就沒有了 你可以輸10萬 但現在你不可以 控制100萬 然後輸10%的時候 就離開 你又行動不了 很有趣 大家要想清楚 你到底是 Wish Loving 還是 Avoid 你能否控制到 你自己的投資行為 其實這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問過自己 其實挺有趣的 OK 有朋友說 求學 懂得跟飲飲食吃吃 拉在一起 不看明仔 沒問題 不是的 我覺得一個人 應該是甚麼都要有的 我都經常看 例如我經常看NBA 每天都用 起碼半小時來看 一些highlight 有時又要做運動 飲飲食吃吃都要的 去旅行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看一些 旅行的片 又不是只是 只是說錢 說經濟 心靈上的一些愉快 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對吧 所以我想 都是可以拉在一起 我覺得 有時有些事情 不能夠完全用錢去衡量 好嗎 今天真的差不多了 一個半小時 我自己都說了一些口乾 也是時候休息 多謝大家 今晚一個這麼 寶貴的時間 而且我也挺開心的說 原來大家真的喜歡聽 好像變了 我覺得 我又說了一點點 有點長氣 話說其實小弟年輕的時候 雪來慚愧 其中一個 我又不是叫夢想的 一個很強的興趣是 做新聞報道員 或者叫做主播 可能大家猜不到 現在可能 有一點點 不要叫做還了一個夢想 而是 創立這個平台 原來 又挺有趣的 可以 好像做一個收音機形式 也好 或者做一個節目的形式也好 也好 去和 將一些concepts 或者一些ideas 和聽眾分享 挺過癮的 技術的轉變 是可以創造到很多不同的市場 就算我這個 IT白癡也好 那些車邊 都可以運動到這些 那 是挺有趣的一件事 OK 最後 要少許時間 也是說一句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登入我們Facebook群組 也可以歡迎大家 大家可以去查詢 參加我們的WhatsApp討論群組 電話在這裡 6510-0844 裡面有很多的影片 我們可以分開三個 類型的會 大家可以看看 去到第97集 喜歡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 做一個Members 我相信 會是一個 很Comprehensive 和很精彩 一年的討論 和學習 希望大家投入就可以了 那就 大概是這樣 很長期 不說了 晚安 再見 最後 記得按LIKE 和SHARE 不過你SHARE 也沒有用這種CASUAL討論 沒有人聽 記得按LIKE OK 拜拜